主料,大头鱼500克,大头菜40克,辅量,姜葱,葱段,香菜,新鲜大头鱼切好装盘待用,蒜姜拍扁,葱切断,香菜切断,头菜切丝待用,这锅放入鱼头煎至分钟,然后放入蒜姜爆香,然后放入准备好的头菜加适量蚝油慢5分钟,最后放入葱段与香菜,马上就可以出锅了。 出锅前加少许酱油,美味可口,烹饭技巧,大头菜一定要泡久一点,大概45分钟左右,切好要用汤腌制,这样才不会太鲜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